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琴 美国五大科技股FAAMG的命运 对更广泛的市场指数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它们的总价值约为9万亿美元 占标普白指数的近四分之一 最近的飙升遭到了很多怀疑 据美国银行称 客户一直在卖出近期的涨势 从数据来看 这五家科技公司的市值 从6月初以来已飙升超过1万亿美元 虽然大家都知道 增长是无法维持的 但由于可去的地方较少 在怀疑中 交易员们仍然把目标放在这些科技巨头身上 这些巨头在高增长行业的主导地位 使它们成为经济放缓的避风港 即将发布的第二季度收益报告 可能会增加投资者的乐观情绪 根据彭博社汇编的数据 所有这五家公司的收入都将实现两位数的增长 我本人是苹果的多头 事实上 从去年最早的文章中 就呼吁买入巨头股票 而苹果是首选之一 在大约四周之前 连续出了三期苹果和亚马逊看涨的视频 视频中详细说明了 我认为它们在大突破之前处于盘整过程中 在本期视频中 给出这方面的最新进展 以及解决一些可能是潜在看跌的担忧 好了 让我们开始吧 我们先来看股价 苹果公司正处于盈利前的风口浪尖 技术面已经完成了上升三角形位置的突破 收于140美元上方 突破时的成交量同时上升 上升的势头目前保持良好 我们预期这次苹果会达到160美元左右 或多或少 在过去的几年里 苹果在财报发布前的反弹方面一直非常可靠 注意 我这里用的是财报发布前 希望这次同样如此 简而言之 目前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但财报之后风险在于 如果苹果确实达到了我们的目标价格 而收益又不是特别特别好 其实 机构总能找出瑕疵 例如最大的瑕疵 或许就是在于增速不如上个季度 这里有个坏的数据 全球传统PC出货量增长态势逐渐放缓 其中最为明显的是 苹果PC的增长速率将大大下降 iPhone 12系列的销量有上升的压力 最需要提防的是机构杀期权 期权到期日 一些新闻机构会发布负面报道 打压市场 而操纵机构则购买看跌期权和做空股票 高位止盈的人也不少 也会出现比较大的抛盘 所以如果不是特别的长线投资者 也可以考虑设定追踪止盈 财报日前后进行部分检仓 当然 每个人有每个人操作的风格 这里偏重于风险控制 为什么苹果会在财报前表现良好 因为这里有个现象 就是分析师们无法跟上苹果 在硬件和服务收入方面的调整 过去三个月 有数十位分析师对苹果的盈利做了修订 而且100%是向上的 换句话说 按照我们现有的数据 对于大多数分析师而言 无论如何提扣预测 苹果都能找到方法给出惊喜 目前 公司预计 在2021年将获得每股5.17美元的收入 比2020年增长58% 当然都是概率 万一苹果最终没有达到预期 股价暴跌 如果运气好 回到120美元平台 记住不要犹豫买入 因为这是苹果的回购价格 修正会随时出现 当然 先确定你的仓位大小 以便短期的移动 不会产生任何情绪影响 很多人说 苹果目前的估值太高 是的 看过去十年 苹果的市盈率最低为10左右 最高为42 而最高位就是现在 所以相对容易受到短期回调的影响 但随着苹果公司 从硬件业务过渡到更多的服务业务 市场对其进行了重新定价 服务软件方面的估值会提高 我们始终认为 像苹果这样的行业龙头企业 应该获得适应率的溢价 也有人说 苹果市值太大 但是沙特安美公司 在2010年价值超过4万亿美元 而在荷兰郁金香泡沫时期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价值 以今天的美元计算为8万亿美元 所以 因为害怕高市值 或许如果你只根据市盈率进行投资 那么苹果并不适合你 对苹果感觉良好的第一个理由 一开始可能听起来很傻 历史统计 在过去10年中 苹果股票往往在7月和8月表现最好 在过去5年中 苹果只有一次在7月份落后于标普 第二个理由就是我们说过 在第二季度 苹果的股票回购计划 900亿美元中大概已经用了一半 平均回购价格是120美元左右 另外 用了70亿美元 用一期股息 苹果每年5月增加一次股息 苹果尽管股息收益率不高 但苹果实际上有一个体面的股东收益率是3.8% 请注意 股东收益率是回购收益率和股息收益率的组合 苹果的资本回报是首屈抑制的 没有一家公司像苹果这样对股东友好 10年以来 苹果已经通过分红和回购 向股东返还了6000亿美元 据我所知 没有一家公司能相对接近这些数字 第三个理由 9月份iPhone的推出和假日购物季 iPhone13箱进入备货倒计时 供应链传出消息 苹果公司已要求供应商 今年生产多达9000万部新一代iPhone 比通常的7500万部增长20% 代工厂今年第三季开始出货 拉货高峰将会落在第四季 这是进一步的催化季 再来看第四个理由 苹果可穿戴设备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增长 ARM芯片使苹果公司对其产品有更大的控制权 允许与软件进行更多的整合 苹果公司对隐私的保护将继续提高客户的忠诚度 最后一个理由就是 苹果造车也在进行中 去年就放话出来要和韩国现代合作了 不过后来红了 6月 苹果招揽宝马前高管入造车团队 在加州测试自动驾驶软件 正在于宁的时代和比亚迪 针对电动汽车项目电池供应问题进行磋商交谈 从台积电相关的消息面爆料 台积电已承接苹果卡相关芯片打单 未来的订单规模想象空间相当的大 苹果有一个高度保密的研发部门 详细情况很少有人知道 手机偶尔会被提前曝光 但其他产品的保密度一直都做得很好 按照苹果的调性 只有达到一定的研发阶段 才会正式对外公布 大部分时间 分析师也只能从供应链中来分析 以苹果目前在科技行业的地位 太多车企会寻求合作 关键是无论和哪家合作 它们都只是供应商或者是代工厂这样的关系 苹果从硬件到软件都不主导 最后是融入自己的生态系统 总之苹果造车是一定的 这个市场太大了 可以容纳的生态太多了 市场会给出好的溢价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中长期的风险 公平地说 苹果公司确实面临着大量 不在其控制范围内的风险 首先 以拜登为首的白宫和国会预员一群人 正在考虑立法 联邦贸易委员会也想对大型科技公司下手 苹果是目标之一 政治家们正试图告诉地球上最成功的企业 如何经营他们的业务 这对苹果硬件销售影响不大 但服务收入的影响是一定的 可以关注APIC对苹果的情况 如果APIC的许多建议被监管机构批准 那么苹果的商业模式将被削弱 其次 苹果在欧洲也面临着类似的威胁 关于数字市场法案 我们之前说过了 苹果近期在英国面临一笔天价赔偿 金额高达70亿美元 主要关于专利侵犯的问题 而如果拒绝 苹果可能会被赶出英国市场 具体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贴图 真的到那个时候就有热闹可看了 苹果也受制于中美两国之间 永无休止的贸易战 相关的供应链有可能面临地缘政治风险 拜登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和国内税收政策 通胀和利率存在着不确定性 如果比较苹果公司的股价 与十年国债利率的历史走势 那么可以告诉大家 不幸的结果是 如果利率飙升太快 苹果将和其他成长股会一起下跌 这些都是真实的威胁 无法量化它 而且并没有完全被定价 最后 反垄断的本质 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垄断 背后资本都是交叉持股 有时候资本家也是分阵营的 互联网是新性的 不同的资本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不同 新钱和老钱的矛盾 如果不能调和 老钱自然会团结起来反抗 大部分的政策会针对新钱 通过反垄断 培养新的竞争对手 使之成长起来 以前就搞过好多次了 政府也是乐见其成 总结一下 短线看多 中期随着销售和盈利增长 趋于稳定和缓慢 观点为偏中性 公司的估值在目前的水平上 已经比较高了 随着催化剂的不断出现 和垄断等不利因素的落地 长期看好 苹果公司有着合理的历史股票波动性 也有助于保持其高安全的等级 最后我想说的是 要给一家公司找出一个看好的逻辑很容易 但这绝不是投资它的充分条件 在做一笔投资决定之前 其实最有拷问价值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跌了 你敢不敢加仓 个人认为 苹果符合这个条件 视频内容为我个人观点 对于任何股票在未来的走势 涨跌多少都是有可能的 请大家务必坚持独立思考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各位的点赞 关注和追踪 是我个人持续解读的动力 谢谢您的支持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最后 和大家分享在乔布斯传里 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天 乔布斯夫妇去参加了一个 微软工程师好朋友的晚宴 晚宴期间 那个工程师说 他正在研发一款平板电脑 即将改变世界 坐在他对面的乔布斯 当时不露深色 晚宴结束之后 乔布斯立刻回到公司 召集高管进行开会 并告诉大家 自己认为的真正的平板电脑的样子 随后 苹果团队不断按照这个思路 秘密研发平板电脑 但大家发现 当时的技术 很难达到乔布斯科克的 对于一台平板电脑的整体要求 最后乔布斯改变了主意 决定把这些技术用在手机上 就这样 诞生了iPhone 这个改变世界的产品